一家之主通常是男性 但是国内学校的一家之主 校长却通常是女性 雪兰儿巴达林在野 欲群滑小的邓润帝校长也不例外 在兴潭服务了37载的她 于2002年9月荣修 在她看来 校长这份职业无关性别 最重要的是能够为学校和学生做些什么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所发布的 2022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 马来西亚的性别差距指数 在146个国家中排名103 在一分为满分钟得到0.681分 性别差距指数是用于衡量 两性在经济参与 教育程度 政治父权以及医疗健康 这四个领域当中的差距 值得一提的是 马来西亚女性在教育方面的 性别差距指数为0.995 在146个国家中排名56 是四个领域之中得分最高的 现在的家长 对孩子来讲的待遇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她不会说 我不喜欢我这个孩子 我又比较喜欢另外一个孩子 在我们看到的 比较少出现这样子的情况 而且现在的家长孩子也不多 现在的家长对孩子来讲是很宝贝的 在以前来讲 女孩子不用读书 在家里照顾家庭就好了 但是我是觉得这句话 在先进这个社会已经入不早了 现在的先进社会 哪里都是平等的 对吧 哪里都是平等的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 在政治方面 或者是在企业方面 都有很多女性赌党一面的 先进这个社会 尤其是现在 一时代 咨询这么发达 我会发现 女生 女生方面 会比男生 会比较自立 会比较主动地去学习 很多时候 现在我们会看到 女生的成绩 会比男生更加好 不过不少人认为 女老师比男老师 有耐心和爱心 这其实是一种 性别刻板印象 我们不应该随意 为性别贴标签 也不应该 不断地以性别来评价他人 既然你已经选了这一份工作 不管你是男的 是女的 你都必须扛起这个责任 其实申请做老师 在以前来讲 是女性比较多的 不过最近这几年 可能最近这几年薪水方面 有调整 男性就会越来越多 而且现在申请当老师 当副校长 当校长的 男性也差不多了 没有以往的比例这么明显 以前是十个女校长 可能只是有一个男老师 或者是这样子 现在就慢慢会增加 以他丰富的教学经验来看 马来西亚教育的 性别平等状况已经良好 如今教育最大的挑战 是如何要在 瞬息万变的时代中 与时并进 线上教学的时候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也是很大的压力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还模不清楚 到底要怎样去做 到慢慢过后 开始的时候 我们只是给功课 就是在Google卡罗那边 给功课 后来慢慢 一直开会 跟教育部开会 直到要怎样做 就开始进行线上教学 当我们进行线上教学的时候 就面对一些问题 有学生没有电脑 有些家里没有电脑 只能够用手机 有一些家里的网络又不好 过后我们也协助他们 帮他们去找这些电脑 租借给他们 此外 他认为现金的教育 还有另外一个大问题 就是很多的父母 觉得把孩子送去学校了 自己就可以杀手不管 事实上孩子的教育 是需要老师的教和父母的育 双方配合的 家庭的因素 家庭的因素 因为我们在学校 很多人认为 我把孩子叫来学校了 就是老师的责任 其实不是的 你要你的孩子能够学习 你就必须 家庭跟学校 一定要互相配合的 如果你没有配合到 那是很难成功的 因为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学生有问题 我们会打电话 联络家长 但是有一些家长会很拒绝 但是有一些家长 他是完全不理的 就是看你那个家长 他对待教育的那种态度是怎样 有一些家长是这样 我送他来就算了 我就不管他有没有做功课 那些他们是不管的 总是送他来就好 邓润蒂在任职校长期间 也致力于开办特殊教育班 让特殊孩子也能在育群滑小 享有平等的教育 每一个孩子都是必须要受教育的 如果你没有受教育 你就不 以后你长大了 你就会很难在社会上立足了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 老师这份工作是很重要 也是很神圣的 因为我们能够教育下一代 让更多的小孩子能够受到教育 过去 大多数人受到男主外 女主内的传统思想影响 将家庭事务的责任交给女性 然而 在什么都贵的现今社会 一个人的薪资已经不足以养家活口 女性也必须承担家里的花销 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 是现今女性普遍面对的难题 然而 同为职场女性的登任地却认为 所谓的女主内已经不复存在 家务和孩子也不应该再是女性一个人的责任 已婚女性为人妻为人母 但是已婚男性也同样的为人夫为人妇 夫妻本一体理应同甘共苦 共同为美好的家庭生活做出贡献 我们一直以来 你看从还没有结婚 单身到最后结婚了 我们已经当老师了 所以没有所谓的女性 因为结婚了 就照顾不到家庭 所以在这方面 我是觉得职业女性 也能够经过家庭 跟先生一定要配合得很好 大家必须要互相有沟通 互相合作、配合 不然的话家庭就不会和谐了 因为你没有配合到 你自己一个人什么东西都要扛上来 回到家一个忙家屋、忙煮饭、忙孩子 你真的是会发点 另一半是很重要的 一定要配合 也一定要体谅 邓任帝在学校能够胜任校长一职 回到家也是一位充值的母亲 在她看来 无论是学校的家长 还是家中的家长 都肩负着教育国家未来动良的使命 前线视窗 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YK